本期话题 菊花茶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第一个呢 我们讲的是 它具有舒散风水的作用 第二个呢 我们讲 它具有清肝明目 那么菊花清肝明目 我们很多就是眼睛的疾病 我们通常会加点菊花 那么我们通常 比如说起去地方玩 那么干水阴虚的阴虚火光 人间的不吃肿痛 这些也可以 那么还有呢 就是说 菊花还可以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用干活上演的 那么就是我们通过清干卸火的 那么菊花或者什么 包括绝冰籽啦 菊花或者枸杞籽啦 这些都能够达到明目的效果 第三个呢 我们讲菊花还有一个清日解毒的作用 菊花清日解毒呢 一般呢 可以喝银花呀 或者蒲公英啦 或者其他会 包括和商业啊 这些清日药一起应用 那么尤其是对于比如说 上胶的热毒 那么菊花会更好 比如说头痛啦 还有比如说眼睛肿痛啦 或者笔干啦 耳朵这些都可以 这些呢 就是说它对上胶 包括咽喉肿肿痛啦 我们都可以用菊花 我们平时上火了 我们也可以喝点菊花 那么清火 那么因为清日解毒嘛 所以呢 还有菊花这个清火作用 那么归纳起来的菊花的主要作用 就是包括这几方面 舒散风热 那么还有就是清干明目 还有清日解毒 这是它的主要功效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